一個做平面的一個做立體的 然後上面我希望做出來就是不要圖粒 圖粒的話就是旁邊這一塊東西 因為這一塊東西那好處是說你可以直接看旁邊 那有時候變成說你要看上面的圖 你變成還要再去看它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有些還蠻接近的 那你就比較沒辦法直覺的看到那個佔比 所以像我自己習慣還是比較喜歡是把 上面的那個圖縮文字 把它直接就是上面的那個標籤就放在 這個圖縮文這一塊的上方 最好是把這一塊也把它往外拉 這樣的話會是最ok的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 不要那個圖粒 那我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就是說假設這樣做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原來是 我把這個設計裡面 這邊主要圖粒是這個 本來是有圖粒在右邊 然後把它關掉變成5 原來是有把它變成沒有 5 ok 第二的話呢 那怎麼把標籤做出來 標籤的部分的話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從資料標籤 所以其實主要的功能都在這裡 有沒有就是樞紐分析圖的設計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你們找一下這個可能要慢慢習慣 如果你找到功能 那應該就可以做出要的效果 那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讓它這個圖縮文字 全部都這個地方 預設是這樣 全部出現 但是問題來了 我不要全部出現 全部出現變成說 這邊一堆東西 感覺很亂 那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說 你把這個不要的 怎麼樣 點它 點一下有沒有 點一下就按Delete 但是問題有這麼多 你要慢慢刪 所以後來我發現 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 先把它改成沒有 然後呢 我只希望針對前三名 因為我只需要 主要啦 是希望知道說哪三 前三名哪個 就是推薦最多的那三個科系 幫我找到就好了 那我可以怎麼 把這一個 這個是最多的 特別重要 點一下那個占比最多的 點一下是選全部 點第二下才是選這一塊 那如果我只需要針對這一塊 做圖說文字的話 那你先選這一塊之後呢 再到資料標籤 先選圖說文字的時候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呢 因為我只有選一個 這一塊 所以呢 你在選擇圖說文字的時候 它也會只有一個 OK 那也就是我們前三名嘛 所以我們就是針對 第一個圖說文字這一塊 然後第二個再點這裡 點這一塊有沒有發現 三個端點 然後再圖說文字 再點這一個 也就是說呢 我們分別針對前三名 做圖說文字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何針對前三名的部分 做圖說文字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學院占比不用立體了 那其實做法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資料就比較單純 所以我們在做佔比的時候的話 設計裡面 當然第一個一樣 把圖例把它關掉 第二個的話呢 直接資料標籤 選擇全部就好了 因為全部的話呢 反正它這個 學院的總數只有七個吧 OK 所以基本上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不過看得出來 其實推薦的書 真的是差距還蠻大的 外語學院就佔六成 也就是一個學校 六成的外語學院包辦 那那個 傳播學院值非常弱 文學院也非常弱 因為一個佔一趴一個佔兩趴 OK喔 所以其實推薦的書籍 相對的就少很多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把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總共呢 我們是利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再利用它的所謂的 樞紐分析圖 去產生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 有關這個題目的部分 那今天大概 就是把這一題給做完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第二 零四題 它 當然我們先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待會再針對這 總共 它裡面總共有 一二三 總共有三題而已 OK 把這邊通風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我講的 就是 主要是那個樞紐分析圖 裡面的前三名好了 細索前三名做分析 那另外當然 你們還可以再針對 其他的資料做分析吧 比如說像類型其實也可以分析 類型裡面好像 好像還是可以 類型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總共會分成三種類型的資料 一個是圖書 一個是參考資料 一個是DVD 那一樣可以做不同的分類吧 然後另外還有哪一些 其他的出版社 看能不能抓出最多的出版社 也可以出版社 哪一個出版社最多 沒有 是不是大家最喜歡用哪一個出版社的資料 其他編號這個可能就沒辦法 每個都應該是不一樣的 還有作者 會不會哪個作者是最多的 可以把最多作者的那個資料 撈出來 諸如此類的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懂得利用那個 篩選跟 蘇勒分析表的話 其實可以把原來 不容易抓出來的資料 可以很快的把它 找到 好